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變 至基督來處在我心 神動耀的光輝照耀在我關節 至基督來處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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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的草飲荒芬如海淘汰滾滾 至基督來處在我心 無罪惡的困惶從你完全陀落 至基督來處在我心 我能拼命幸運也不能再迷惑 至基督來處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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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草飲荒芬如海淘汰滾滾 至基督來處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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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到这空门, 至基督来主在我心。 我都让你继续, 最大的伤口, 至基督来主在我心。 我都让你继续, 最大的伤口, 至基督来主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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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拉上一万万, 如海淘身的坏, 至基督来主在我心。 我都让你继续, 最大的伤口, 至基督来主在我心。 我都让你继续, 最大的伤口, 至基督来主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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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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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这位基督 其实整本圣经 旧约到新约 它就只有一个主题 就是这位基督 然后我们基督徒 说穷极一生 所要去追求 要去经历的 也就只有基督 其他都是外面的事情 其他这些外面的 很多的工作 很多的事物 都是帮助我们 能够去主观的经历 这位基督 让这位基督 不是在圣经上所记载的 对我们来说 只是一个客观的知识道理而已 而是我们一生能够去经历 就是第二大点 它就要带我们来 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经历基督 就是光是认识还不够 还要去经历 这个大家可以去揣摩一下 我们这位神很特别 他不是只是客观的 我们要在这个 就像课本上记载的 为人一样 只是认识他就好了 而是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他是可以让我们去主观经历的 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去主观经历他呢 我们必须要先认识他 当然我们如果对这位基督没有任何人认识 我们平常我们呼求他的名 我们向他祷告 他还是会来跟我们说话 来就是让我们对他有经历 可是我们如果能够更在客观这一面上 有对他有更深入的认识的话 我们对他的经历就会是深的 就会是确实的 就像我们去上课好了 要是我们今天没有课本 没有一个老师的话 我们会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没有一个确实可以掌握的东西在手上 所以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呼出 这个神的呼出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很确实的 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一个智慧与启示的灵 来证实被他的这个真理 首先要对我们发出亮光 我们能够被他所吸引 然后需要 这个后面的这个信息会讲 就是我们需要出代价来赢得基督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坐在这边就是一种出代价 对 这个 这个 早上我们要叫 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嘛 要叫他们起床 这是青少年也好 这个时候起床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需要从小就学习要出代价 礼拜天主日 这个出代价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刚刚这个神圣的表记 并非面前来 这是我们主所命定的一个神圣的宴席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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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李玻璃弟兄 有认识一定不认识 我今天就回想到 我是2003年得救的 现在是2023 所以刚好是20年 好 然后我得救的 我是在日本得救的 就是那时候在日本念书 然后 我姊妹就是她 就传福音给我 今天来监督 看我们乱讲话 简单讲就是 我家里完全没有基督宗教的背景 就是说 所以我那时候要 信主也是 也是很挣扎 她跟我传福音传了三年 我才受警 才得救 所以 因为我们家里没有这样的背景 所以我妈妈那时候 其实她一开始是非常反对的 她甚至说 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论及婚家了 甚至说 最后跟她讨论之后 她说 我可以勉强接受一个基督徒的媳妇 可是我绝对不能接受 我的儿子变成基督徒 这样子 就讲得很绝对这样子 可是感谢主啊 就是 我后来受惊 之后 她也没办法 就是我已经受惊 我还不敢跟她讲 我还从日本 用录音带的方式 寄了一卷录音带 给我爸爸说 怎样 我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 已经目以沉舟 这样子 可是我实在是很享受 成为基督徒之后的生活 希望他们从我生活上 看到我的改变这样子 我们上一周 不是有交通到 这个祭祖的问题吗 我想对很多初信的弟兄姊妹来说 亲民祭祖啊 拿相拜拜这件事情 都是很困难 要跨越过的坎 因为我们要让我们家人知道 我们信主 不是就忘记我们以前的一切 反而我们要在行为上 表现出 今天虽然没有拿相拜拜 可是我每周都在敬拜我这个生命的源头 就是这位救主 这位耶和华救主 所以我自己的经历是 我那时候也是很奇妙的 我就遇到祭祖 过年要拜拜的问题 可是很奇妙的 他们后来也没有硬要拿相给我 就是我一样一样跟家人一起去那个祖先的墓地 可是我就是站在那边祷告 祷告 祷告祷告 他们就拿相过来 我还记得第一次那个场景 他们就拿相 要发那个相嘛 就发到我这边的时候 我们跟那个叔叔觉得说 他现在不用这个 就很自然的就跳过了 我也没有特别跟我叔叔讲说 我不拿相 他就很自然的跳过 我只是站在那边不断的祷告而已 阿们 就是我觉得 这个有关于主的 主在地上权益的问题 阿们 只要向祂祷告 为了神的国跟神的义 我相信主会为我们开路 阿们 会成就一切祂所想成就的 阿们 所以 这个 这也是今天可以讲到的 对基督的这个经历 阿们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一刻 基督的启示与经历 阿们 第一大点就是说 认识基督 我们一起读第一重点 主耶稣就是基督 主耶稣就是基督 阿们 耶稣是主在地上的这个名 阿们 可是他后来称了基督 基督就有点像是 他的一个偷衔好了 他是这个万王之王 是这个基督 所以我们这个后面 我们看到这个后面的 第六周的第一天这边 他有一小段就讲到这个基督的圣诚 这一小段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大家翻到吗 基督的圣诚 基督成为肉体 成为人 天使命名耶稣 耶稣等于西伯来文的约书亚 以及耶和华救恩或耶和华救主 所以他乃是我们的救主 基督的第二个名字就是基督 等于西伯来文的弥赛亚 以及受高者 说出他是神的受高者 为神用他的灵所高来创造救赎 以完成神永远的计划 耶稣和基督是神所命名的 等人发现他是神的时候 就称他为伊玛内尼 以及神与我们同在 这其是那座我们救主的耶稣 和那座神受高者的基督 乃是神自己来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这位救主耶稣 就是这位神的受高者 就是以马内尼 就是神自己来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翻回到前面 这个第一页的纲目这边 所以这边有列了几处的经节 我读一下第三处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 说所以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 你们定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所以这位耶稣是 他是神成为了取了人的形状 在地上播了三十三年半 这位在地上的名字 耶稣呢 神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定在那十字架上 这个时候神就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所以这个基督 这个名 万王之王的这个名 是神所高的 神已经 神是立这位耶稣为基督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来经历的这位 救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名的这个意义 第二重点就讲到基督的身位 其实就是我们前几课应该要读到这个父子圣灵 这个三一神的这个意思 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第二重点 基督的身位 他的父是 他是神的儿子 也就是神 完整的神 是人子 也就是人 完全的人 是那灵 是创造主 也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 所以前面我们就看到这位三一神 他是三二一的 他是一位神 可是有这个三面父子圣灵 三面不同的讲究 所以这个后面的信息这边有说 就是他的神性说他完全是神 可是他在人性上他也完全是人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所以实在我们 这就是我们要去经历的 我们在经历父子神 父子灵三面的讲究 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 尤其是他作为这个灵 作为这个赤生命的灵 关系到我们后面如何来经历这位基督 他是很讲究的 简而言之 他就是这个包罗万有的这一位神 所以 他为什么会包罗万有的 就是讲 就会关系到他做的工作 我们要很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很熟悉 住在地上 复活升天到 将来的勇士 他讲 从过去到永远 他已经做成的 跟他即将 他现在正在做的 以及他将来要做的 这个在圣经上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跟预言 我们知道 从旧约到新约 有记载以前的事情 有记载 现在 这些基督徒 我们这些属神的人 我们现在能够经历的事情 在圣经上都有写 他更写到 启示录 写到将来的事情 他说 世界上 没有什么书 他很敢 他敢写到将来的事情 我自己是做这个出版的 就是我们是出版社 出版书的压力很大 为什么 因为 现在网络时代比较没有那个感觉 因为网络上我们写一篇文章 你有错的时候 你看到网络新闻 有错的时候 他就随时可以改 可是 这个出版 印成这个 白纸黑纸的时候 他就基本上 不能改 除非你下次要再印的时候 他才能够改 所以 写在圣经上的一字一句 他都是 不能够改的 对 所以 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书 像圣经一样 他能够 接受检验 因为预言的事情要是你有没有实现的 的话 他整本的 这个 他的立场就 就被颠覆了 他就 大家就不会再相信他了 可是圣经从有到现在 这么多基督徒 这么多人去相信 不是只是阅读而已 而是信入这本圣经 他真的是有他实际的价值 真的是 不可摇动 不可被怀疑的 就是这本圣经 所以 这边就讲到 圣经里面就记载到基督的工作 所以 这个第三重点 我们一起来读 基督的工作 他的所作 创造万有 成为肉体 定止 复活 升天 尽他 天上的指示 再来 设理 牵引我 完成新耶路撒冷 所以他第一个 就是在 创世纪那边 有讲到 创造万有 他创造 天 创造地 创造地上 所有的 这个 鸟兽 生物 都是 主来创造万有 所以 这边是 旧约所提到的 然后他的成为肉体 定死 复活 升天 尽他天上的 知识 这些就是 从主 降世为人 过他33年半的人性生活 然后 之后升到天上 来 成为我们的庄宝 成为我们的辩护者等等 这些都是 主以前做的 跟主现在都正在尽的 这个知识 然后最后 讲到这个未来 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其实这个也是 已经离我们 越来越近了 大家可以 去解释 这是现在社会上 这个世界上 发生的事情 其实跟主那时候 所预言的 有 饥荒 有 战争 有 福音的白马 这些都是 现在正在进行 而且 就会感觉到 主的再来 是越来越接近的 因为这个时局 大家会觉得 这个时局是 越来越乱的 还是越来越好 我觉得 好像 每一年将过 好像 没有说 今年好像比去年好一点 好像 都会发生一些 我们以前 觉得不会发生的事情 它都不断在发生 三年 四年前 我们不觉得这个 瘟疫在我们周边 可是这三年来 我们就是经历到 瘟疫真的 发生在我们身上 然后 战争 离我们 越来越近的感觉 以前也觉得好像 不是那么紧 可是现在就是 它就是会发生 所以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 在 过好每一天 跟主 有交通 有连接 我们就不再会觉得说 彷徨 就是你生活 要有一个 确实的 我觉得 尤其是 就是我们 生活在世上 地上的享乐 地上的福乐 当然也不错 可是 你如果 生命是觉得 是虚虚的 是觉得空虚的 这个 这个是 很没有价值的事情 好的 所以 我们就可以来 它这个 这个信息里面 有比较详细讲到 这个基督的工作 从这个第六周的 第二天开始 第六周的第二天 它就说 基督的工作 它一开始就说 基督为神所高 做神的受高者 来完成神永远的计划 好 这边要特别注意 要完成神永远的计划 阿们 我们这位神 是有计划的神 阿们 这个很特别 而且它这个计划 它这个蓝图 是 跟我们在座的美味 是有关系的 我们都是在它 这个计划里面 它有个计划 而它需要 人来跟它配合 来完成它这个神圣的计划 阿们 所以它的几样工作 我们就是在翻开 就是它第一个 就刚刚讲到这个 创造万万 这个天地万有 所以它这边要讲到 西伯来一章十节说 主啊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诸天也是你所的工作 所以万有 无论是诸天之上的 在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地位的 主制的 乃是以神的身份 乃是以神的身份成为肉体 就是来做一个在肉体里的人 在人中间做神的帐幕 将神带来给人领略做实际 并接受做恩典 实际是神给人认识并接受 恩典是神给人接受并享受 基督在他这成为肉体的帐幕里面 与人同住了三十三年半 十足的将神这样带给了人 做实际做恩典 所以他成为肉体 在这三十三年半的生活里面 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 就很详细的看到师徒们记载 当时他们跟这位主 他所接触的一个实际的感觉 实际的经历 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 降世为人 让我们尝到了他在人心里面 这些芬芳的美德 他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 而是他来跟罪人同作息 为了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拯救到什么的地步呢 他为我们的罪定死 上了那十字架 所以第三个工作就讲到 主的定死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定死 基督做神的受高者 为着成全神永远的计划 在地上的帐幕中 将神带给人接触 三十三年半之后 就到十字架上去定死 完成神永远计划中的救赎 这是他所做的第三件大事 就是把宇宙间神所定罪的一切 就如撒旦 罪 世界 肉体 救人 救灶等等 都为神和神所解决 永远承受他救恩的人 一次永远的解决了 所以我们是罪人 可是我们身上有罪 有世界 有肉体 有救人 救灶等等 而这些都需要在神的面前被解决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这位救主来替我们的罪 上他们的十字架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最后这一句话 他是一次 一次永远的解决 这就是神法理的救赎 在神的面前 神是公义的 所以他一定要解决这件事情 可是神 这位主他是无瑕疵的羔羊 他能够为我们一次永远解决的 刚刚所讲的这些负面的东西 好 定死之后 主怎么样 复活了 复活了 所以 这边我来念 基督把他的自己的生命舍了 又亲自取回来 就从死人中复活起来 这是他所做的第四件大事 完成了与我们的三件事 首先他的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 我们的称义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法理的救赎的部分 基督的死已经为我们完成的救赎 是我们的蒙神称义 还需要他的复活证明他死的功效 所以他的复活就做了我们称义的凭证 所以我们需要 在神言中需要一个称义的凭证 就是主的复活 好 这个第二小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不仅如此 基督的复活 还把神的生命从他里面释放出来 给我们得着 叫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 也一同复活 基督复活 既把他的生命释放给我们 就把我们重生了 叫我们做一个重生的新人 这就是我们受尽从水里上来之后 的一个共同的经历 这个他不只是了结了我们的过去 我们过去的这些不义 我们的老我就造了结掉 他的复活还将他的神圣生命释放给我们 这个生命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我们向主敞开嘛 他是赐生命的灵 他就进入到我们的灵里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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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够调和成为一灵 这个感觉呢 主复活 可是他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就有这个重生的感觉 重生很重要 就是我们受尽得救之后 我们真的要去摸索说 不是说受尽之后 我就成为基督教徒 我就变成了一个 礼拜天早上不能啪啪造的 我礼拜天早上一定要来聚会的这样一个人 从某一方面来说是 就是说 这是主设立的宴席 我们要来到主的丙杯面 丙杯前面 可是这是一个生机救恩的问题 就是它不是一个定规 我们都希望 我们神的儿女能够来到主的丙杯面前 可是这个不是教会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 可是我们盼望 主也这样的盼望 弟兄姊妹们也是这样的盼望 就是我们在主的神圣宴席面前 有更多的属于神的儿女 能够齐聚在这边一同来敬拜她 所以 这叫做我们做一个重生的新人 把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感觉我们能够 怎么讲 可能刚开始我们是比较新鲜的 就是说刚受敬人的时候 比较活热的 可是随着年岁的过去 可能这样的感觉 会慢慢的消失 这表示我们跟主的交通 跟主的祷告还不够 其实我们这位主是又真又活的神 他是呼求他 他就会跟你有回应的神 所以我们里面感觉老旧 是我们的问题 是我们对主没有持续的敞开的问题 所以这边有讲到 刚刚讲到法里的救赎 已经一次永远的完成了 可是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生机的拯救 这个生机的救恩是每天 每时每刻都能够发生的 这样也是主所盼望 能够进到我们里面 安家在我们里面所成就的 所以这就讲到 刚刚讲到对基督的认识跟经历 这个经历很关键的 就是主观的去经历他 大家知道主观跟客观的 我在那边讲了半天 弟兄们在台上讲了半天 可能对你们来说都是客观的 因为就像我跟我的小孩讲的事情 对他来说他们都觉得是客观的 那是你感觉到的 我用没有感觉 可是这个客观的东西 怎么样变成主观的 这就是一个蛮大的学问 蛮大的奥秘 怎么样从客观变成主观 我们先不要讲主耶稣的事情 世界上任何事情 比如说我很喜欢音乐 可是我跟你描述这个音乐 或是我很喜欢吃一个食物 我不断的跟你说这个东西多好吃 对你来说还是客观的 你只有把这个东西吃下去 才会变成你主观的经历 在主的事情也是这样 就是你就听弟兄姊妹讲 听台上的弟兄讲 说这位基督他是怎么样的包容万有 他是怎么样的赤生命 可是你自己没有把他吃进来 他永远都是台上讲的那位人 他的主而不是我的主 所以这在对我们这个基督的经历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好 所以我们再回到前面这一个 几处的经节 这个第三终点 第三终点 我们来念一下第二处经节 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化成了肉体 之搭帐末在我们 中间 封封满满的 有恩怜有实际 就是讲到这位主 他是 太初有化 化与神同在 这个化成了肉体 进到我们的中间 好 我们去经历他 就会经历到这个 丰丰满满的恩典跟实际 好 第三处 非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他本有神的形状 不以自己 与神同等为强夺之真 紧持不放 反而盗空自己 许了奴仆的形状 成为人的样式 既显为人的样子 就降悲自己 顺从致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 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 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在耶稣的名里 万西都要跪拜 万口都要公开承认 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这短短的 五节的圣经 其实就 函视了 就刚刚我们讲了 几个重点 主的工作 他都有讲到 他讲到 他成为肉体 他盗空自己 他在地上 降世为人 还不是说 来成为地上的王 而是他取了一个 奴仆的形状 他来就近罪人 来作为一个奴仆 来服侍人 所以这是神 成为肉体 的 他所做的 所成就的这一切 他降卑至极 顺从至死 顺从至死 甚至是死在什么 十字架上 他不是随随便便死 十字架上是一种 最卑微 最羞辱 最屈辱的死 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做的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 要来拯救我们 所以神就将他 升为至高 所以他复活 升天 赐给他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就是这位基督 所以 最后他成为万王之王 就在耶稣的名里 万息都要毁拜他 万恐都要公开 承认 我们这位耶稣基督 是主是王 阿们 好 所以他升到天上之后 我们刚刚讲了 总共 他的工作 我们讲了几样 创造万有 成为肉体 定死 复活 第六周的第二天 主要讲到这四样的工作 好 接下来 第六周的第三天 我们再回到这个 后面的这个信息 就讲到主的这个 升天 复活之后就要升天 升天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读 这一段 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之后 又升上高天 这是他作为神受高者所做的第五件大事 为我们完成二事 第一 基督在他得胜的复活中 把我们这些从前被撒旦和死亡所属 去的人 从撒旦和死亡中 乳跃出来 带到天上 使我们成为神给基督的恩赐 他好当恩赐 赐给造会 第二 基督的升天 也把我们这些 进入他的 与他联盘不一的人 带到处天见识 得到处天的地位 而能活在处天的气氛和情景中 所以第五件大事 他说第五件大事里面 神又完成了两件事情 就是把我们这些 本来是在过犯子中 是在撒旦跟死亡群世下的人 我们本来是被撒旦所掳虑的人 可是现在被基督来救回来 掳虑回去 所以是我们变成是神的人 我们这些人得救的人 就是神给基督的恩赐 这样的恩赐能够赐给造会 地上的造会 是地上属于主的清灯台 属于在地上的一个重要的品界 所以我们是 神给基督的恩赐 来赐给造会 这是在基督的这一面所讲究的 可是在我们这一面呢 我们这些信入主的人 因为主的升天 我们能够被带到诸天界里 我们得到一种叫做属天的地位 我们不再是属地的人 虽然我们还是活在这个地上 过这个地上的生活 可是我们今天得救很不一样 我们要看见我们有一个属天的地位 这个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活在一种属天的气氛跟情景中 知道丁庸之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得救之后跟得救之前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对比 就是我们看事情会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会知道我们是跟这位有计划的神是息息相关的 我需要主 可是主也需要我们 需要我们跟他配合 需要我们跟他同工 所以这就会把我们的眼光跟度量拔高到一个不一样的境界 我自己的传播是这样 你就会觉得地上的事情都会过去 虚空都是虚空的 可是我们如何在这个虚空的世界里面 活得每一天都活得踏实都有价值 阿们 这就是要去尝到这个属天的气氛跟情景 阿们 我自己是在比如说我们唱诗歌的时候 你就会摸到这个属天的感觉 或者是你在跟电影子没相调的时候 或者是你个人在跟主祷告的这个时候 或者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这些都有可能让我们尝到这个属天的气氛 跟这个属地的气氛是很不一样的 一个可以去辨别的就是说 属地的气氛就是过了就是过了 就是你当下可能会很享受 可是过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说 阿不就也是这样 就是它是会过去的 可是属天的气氛它是不断会停留在持续在你的灵里面 重点就是你的灵 就是后面也会讲到这个灵 我们这个灵需要操练 阿们 这个需要 以前道德旧的这位弟兄就非常的强调 怎么样去操练灵 因为 我们知道我们里面都有灵 我们里面我们的心 我们的良心 我们每个 我们受尽以前 我们都有良心 可是这个 在良心的更深处就是这个灵 这个灵 是一个器官 可是这个器官 我们平常 像我得救以前 我是三十岁得救的 三十岁之前得救 虽然我有灵 可是这个灵它是死掉的 它是没有 那个功能没有被激发出来的 所以它是没有感觉的 可是后来这个灵被激发出来 它就跟主有办法 跟主有交通 这是很主观的经历 可是这个灵的感觉呢 这个灵也常常会消沉下去 如果你久没有聚会 或者久没有跟主说话 久没有读情 这个灵的感觉就会消灭 阿们 所以我那个弟兄才会不断的讲 讲到要操练灵 操练灵的秘诀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口张开 阿们 刚刚在外面唱诗歌的时候 你有没有把口张开 阿们 阿们 那弟兄常常 我刚得救他坐到我旁边唱诗歌 阿他唱诗歌非常非常大声 大声到 我在他旁边唱诗歌 我会听不到自己的声 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就感觉我在 我一定很努力唱 阿怎么我耳朵听到多大声音 所以我 他的要求就是说 我唱诗歌要比他大声 这很累 所以 我现在唱诗歌 我对我这些要求也是 大声 大声 有时候也不是唱得那么好听 可是你就是大声 我跟青少女们交通也是 你们就是大声就好 就是大声 口开 心开 灵就会开 这整个就是一个操练的法则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 所以刚刚讲到这个升天 就是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活在这个蜀天的气氛里面 主就在天上 主今天在天上 坐在这个 他不是只是坐在宝座上 就是掌管一切 命令你去做这个 去做那个 而是他在天上 有他天上的工作 天上的知识 所以这个信息这边有讲说 他在天上不断的为我们做四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这一页 总共有四件事情 第一就是做 好 一起来读 做宗保 基督在地上借着他的实 立了新约 就升到天上 做这新约的宗保 把这新约执行到信他的身上 宗保就像是一种保证人 那就是我们新约嘛 就是旧约新约 就是一种神跟人所写下的一个契约 这个契约如果没有保证人的话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执行出来 没有办法实行他的功效 所以他主就是这个保证 这个宗保 要把这个信约执行到我们身上 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身上 好 第二 好 一起读第二 做指示 基督今天在天上 也做真帐目里的指示 把属天的生命和神圣属天的供应 服侍给他的幸福 他不只做保证人 他还要 指示就是 其实你就可以想像他是一个执行的人 他是一个工作者 所以主在天上也是很忙 他要做保证人 他还要实际的把他自己的生命 供应到我们里面 服侍给他的信徒 就是我们的 然后第三是他做大祭司 基督现今在天上也做我们的大祭司 在神面前为我们代祷 使我们得救达到极点 所以我们的得救还没有达到极点 还需要这位大祭司 不断的为我们代求 为我们代祷 我们的祷告 跟主的祷告 要是能够合拍 合而为一的话 这个祷告就是很有火效的 阿们 最后要做这个辩护者 基督今天在天上也在公义的神面前做我们的辩护者 我们得救以后若犯了罪 他就凭他受我们平行的祭物 为我们辩护 恢复我们与神中间断了的交通 所以主耶稣真的蛮忙碌的 他要做这个辩护者 阿们 我们中间 他也 如果我们跟神之间有隔阂 有断了这个交通的话 神也会帮助我们 凭他自己做这个平行的祭物 来为我们辩护 所以就他在天上做这四件事情 中宝 直视 大祭司 跟辩护者 阿们 这个就是在这个神的工作中 我们刚刚讲到 从过去 从他一开始创造天地 创造万有之后 他成为肉体 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 到他现在在天上所做的 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一切 从过去的永远到曾经发生 一直到我们现在 此时此刻 2023年的4月9号 都在发生 可是主还有 圣经还要讲到说 主的工作还包括到未来 将来的事情 所以最后的这三个工作 就是讲到主的再来 就是将来要成就这一切 我们再读这个再来 基督完成了他在天上的指示后 就要再来完成他做神受高者 所做的第七简大事 包括一把一切信徒 无论是死了复活的还是活着的 都提到空中与他相会 叫我们和他常常同在 他也要拯救全体的以色列人 审判一切活着无性的万民 所以第七简大事就是主的再来 主的再来 就是这个 我看一下经节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前面 第一页的这个纲目这边 第三终顶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 贴前四章十六到十七节 讲到主的再来 倒数第三个经节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发令的呼叫 有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声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同时与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会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常常同在 这就是讲到主的再来 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景 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 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会 所以这些就是刚刚提到的 无论死的复活的 都是要来跟主相会 这是跟主常常的同在 这个时候也要审判一切 还没有信 活着还没有信的万民 所以每次读到这个相关的经节 我们是不是对我们身旁 还没有受尽 还没有归入主名的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家人朋友 有这样一个妇女的负担 因为我刚刚开头也有讲到 主的再来 已经慢慢的接近了 这个 弟兄姊妹可以在网络上去搜寻 一个叫王生台弟兄 他所讲的一系列的信息 就会讲到这个主的再来 这个王弟兄呢 他是很熟读现在世界的局势 就是把世界局势跟圣经的语言 能够结合在一起 王生台弟兄跟他的姊妹 家庭姊妹所讲的是 比我好像一千倍 所以大家在这个网络上搜寻 会很有模组 所以主的再来 他要 后面有讲到 他要设立千年国 设立千年国的意思就是说 在地上清理之后 主要设立一个千年国 比他得胜的信徒 在其中一同 坐王一千年 这是他作为神的受高者所要做的 第八件大事 就是设立千年国 一千年 好 最后主的工作 最后的终极完成呢 就是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我们一起读这最后 完成新耶路撒冷 七年国结束以后 就天就地就废去了 新天新地也就进来 基督在其中的新耶路撒冷里 做勇士的忠心 正是基督做神的受高者 完成神永远的计划 所做的末了一件大事 叫神历代救救主的人 都在神永远的生命中 与他一同享受神历代工作的丰厚结果 直到永永远 最后一件大事就是叫 神历世历代以来 就是从旧约时代 一直到 这么几千年来 所成就的这一切 都在神永远的生命中 一同来享受神工作的丰厚结果 这个最终呢 这样的结果当然就是 寸到世世代代 寸到永永远 看一下这个境界 好 这个我们回到这个 第一面这个经节这边 最后这个经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就说 我又看见圣神新耶路撒冷 从神那里 从天而降 预备好聊 就如心腹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我们在圣经的预标里面 这位救主 这位主 他是丈夫 我们在地上的照会 照会就是我们这些 蒙神救恩属神的一般人 我们合起来就是神的照会 这个照会就是心腹 这个心腹要等候丈夫回来 等候丈夫回来之前 我们必须要装饰整齐 就是我们必须要是准备好的 等候我们这位主 这位丈夫回来的时候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 作为在地上的 耶稣的见证 我们是要怎么样 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其实 定用怎么样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都能够去揣摩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一课的 就是总共两大点很明确 然后刚交通的就是第一个大点 认识基督 圣经这么多的 我们刚读的这些经纪 都是帮助我们客观的去认识这个基督 就讲到客观的这一面 圣经 假设它是我们的课本好了 课本里描述的这位基督 就是这样的包容 可是这个客观的知识 怎么样我们能够吃进来 成为我们生命 生活中的养分呢 不是只是跟我们无分无关 只是头脑里面所理解的而已 所以我们就要经历这个第二大点 去经历基督 他有告诉我们几个诀窍 好 我们读这个第二大点的第一终点 基督今天乃是那灵 住在每一位重生的信徒里面 是我们生命 好 这个下面的第二处经节 罗马书八章十到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 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 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 灵血因义是生命 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灵 必住在你们里面 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 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 是生命给你们立死的身体 弟兄们 这样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赞 去照肉体活着 所以这边强调的就是一直有个比较 就是身体跟灵等这样的关系 我们不是活在我们的身体 不是活在我们的魂生命里面 而是不在我们的肉体活着 而是要驻在我们的体位 里面的这位灵神来活着 所以这个我们翻到这个 后面第六周的第四天 第四天 有讲到说 第六周的第四天 总共有几处导读了经节 我们一起读第一处 灵后三章17节 而且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有自由 末后的亚当 成了是生命的灵 所以最后这几天的 不管是信息也好 精节也好 你就一再会看到一个字 就是灵 就是灵 所以我们 刚刚讲到的唱诗歌也好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 操练你的方法就是导读主化 刚刚 你看这个精节 它不是写精节而已 它是说导读精节 可能前面弟兄也有交通到导读的方法 跟这个好处 就是我们不断的导读 这个精节就会化成我们的十字 所以 这个 这边就有讲到 信息的 大家翻过来 第二面 我说 就是第六周 第五天的上面 倒数第二段 这边有讲到说 主耶稣不仅是我们救赎主 也是我们赐生命的灵 这个稍微读一下 我们今天因着信他 罪得着了赦免 与神和好 同时也因着信他 他就在我们里面 如果主耶稣不是灵 我们怎能进到他里面 因着他是灵 就是赐生命的灵 阿们 我们 他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也进到他里面 我记得我这个女儿 老三很小的时候 诶 是老三吗 他就问过一句话说 主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 就是他小小的头脑 没办法理解 主怎么能够进到我们里面 还住在我们里面 这个关键就在这边 因为他是灵 我们里面有灵 两个性质是相同的 所以他可以进到我们里面 甚至是住在我们里面 阿们 所以这就关系到我们 一信入他 就是能够摸着这位赐生命的灵 阿们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一个 第一页的这个 这个 纲目这里 所以 第一宗典它说 它是灵 能够住在重生的信徒里面 赐我们的生命 阿们 好我们读第二宗典 基督不仅住在我们里面 还要安家在我们心里 今后你扩展到我们全人 所以他还不但住在我们里面 还要安家 丣子们 我们可以 住跟安家有什么不同 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 都会住在旅馆里面 你会安家在旅馆里面 应该很难 除非你是 再怎么样 你也不会安家在旅馆里面 主住在我们里面 对我们正面的经历来说 我们要经历说 主他是临时来借助我们里面的 还是他真的有安家在我们里面 他今天只是check it in 然后隔天就用check out出去 还是说他就安家在我们里面 他就是不会动了 那信息里面有讲到说 我们这个心里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房间 就像我们家里面有客厅 有厨房 有卧室等等 可是我们今天可能是 让主进来 住在我们家的客厅 我们不让他进到我们的 私密的卧室里面 因为我们还想保留 我们自己的一个主权在 主我让你在客厅做我的客人就好 你不要再进来 这里还有我的这个范围在这边 可是主今天是要来安家在我们里面 他是要让我们自己的主权让给他 整个生命扩展到 所以这边有讲到说他要安家 他还有扩展到我们的全人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 我们有分这个 我们有灵魂体三个部分 刚刚讲到灵 然后我们的魂 心思情感意志就是我们的魂 体就是身体 他要安家到 他要从我们的灵 扩展到我们的全人 就是魂我们的体 这个就是全人的感觉 所以第三重点就是说 三一神分支到三部分的人里面 三部分的人就是我们的灵魂身体 所以我们再回到最后 有这个后面信息 第六周第五天 他这个信息就是主要讲到 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 他这个后面 后面这一页 就是第六周第六天的上面 在这里 他有讲到 心的几个大部分 他有讲到 有心思 心情 心智跟良心 主要就是这几个部分 就是我刚刚讲到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 第一步一定是灵最重要 如果连 我们没有在灵里 就万万没有办法摸到 给我们主观的感觉 可是慢慢的慢慢的 这个灵的感觉 你要扩展到 心的每一个部分 就是主不是只有在客厅而已 而是他要扩展到 每一个房间 才是安家的感觉 所以倒数第二段 这边有说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 说我们是神的殿 我们是神的殿 这是有点抽象 可是在圣经里面 就是这样启示的 我们这些属神的人 我们不是在属于这个地上 而是我们是神的殿 而这个殿是需要保护的 需要去蒙保守的 可是他这边写的很有趣 他说只是这个殿 住了许多非法住户 所以需要主耶稣拿鞭子 来把他们赶走 把这个殿清理一下 大家知道圣经里面的记载 主就是有这个捷径圣殿的这一段 主到神的殿里 神殿里面看到里面有很多 做非法买卖的 兑换银钱的 在那边做小生意的 主就翻桌生气 把他们都赶走 所以他需要来捷径圣殿 主也需要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虽然是人 可是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这个人的存在 我们信主了 他就是一个神的殿 需要被捷径 捷径之后 基督才能够安家在我们的心里 阿们 好 感谢主 所以这个经历基督的 这个最后 好 最后就来看一下 第六周的 第六天 所以他有 最后弟兄们在 告诉我们说 认识基督的 几样 方式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最主要的 他总共说 认识基督 有四样的 四点 大家有翻到吗 第一 就是说 他是神而忍者 我们一起读这个 第六周的 第六天这边 第一 我们必须特殊的认识 基督是神而忍者 我们不敢以为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需要再受提醒 基督乃是神而忍者 他是神成为人 所以他是神又是人 从方来说 他乃是神 所以 这位基督 第一个就是 主是神人 我们 信主的人 我们要成为 一个小神人 他具有神人恶性 第二 我们再来念 第二我们要认识 因着基督是神而忍者 所以他具有神人恶性 也许有人说 这一点我们也知道了 我们可能是知道 却不会传讲 关于基督的神人恶性 我们必须有透彻的认识 所以我们这位神 他有神性的那一面 也有人性的这一面 同时具有神人恶性 第三讲到在他的人性里 他接着死完成了他法里的救赎 我们再一起读 第三 我们要认识基督在他的人性里 接着死完成了他法里的救赎 要认识基督 我们必须清楚分辨 在他的人性里是一件事 在他的神性里又是一件事 关于基督的救赎 一般的说法是 有血有肉 所以他能在他的肉体里 替我们死 说法是 基督在他的人性里 完成了救赎 我们不能只留在一般的说法 这样的说法指明 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还不够深 我们必须深入到 神圣真理的最深处 看见基督在他的人性里 内在一一 最后这边就说 基督必须受死神法里的要求才能得出满足 所以基督的救赎是法里的救赎 我就有讲到说神一次永远完成了这个 这个就是基督的法里的救赎 所以刚刚讲到几个认识 就简单 读了这么多 简单的讲我们要能够经历 能够去传讲 基督是神又是人 然后他完成了法里的救赎 更完成了生机的救恩 所以第四 我就点几个点就好 第四就是他生机的救恩 在复活里 他不断不断给我们这个神圣的传说 就是他生机的救恩 这个圣机的救恩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基督徒生活来说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每天都能够经历这个 主对我们神圣的传说 最后说法里的救赎 刚刚有讲到一次永远已经完成了 可是圣机的救恩是不断不断的 他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永远不会消灭的 来传说给我们 永远是现在进行事 来给我们生机的救恩 好 最后最后 这个就要讲到说 我们看最后他就说 经历并享受基督 他括号有说 要赢得基督 要赢得基督 好 我们最后再读一下 就是问答前面的最后这一段 首先要认识基督 其次要凭基督 丰满的知识 经历并享受基督 你必须先有认识 然后用经历和享受 这样经历并享受基督 以赢得基督 保罗在菲利比三章八节说 我因他已经亏损万事 看作愤赌 为要赢得基督 说得着还不够 乃是要赢得 赢得基督是需要出代价的 赢得基督就是出代价以经历 享受并支取他一切 追测不尽而丰富 这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保罗接着说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或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竭力追求 一场比赛不容易赢得奖赏 一场战争也不容易得着胜利 这需要我们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竭力追求 照耀我们也有与基督 丰满的知识 经历并享受他 借此赢得他 我觉得最后这一段 弟兄真的是讲得很好 他说我们对基督有认识 有经历有享受 这是一个程序 一个过程 我们照会生活就是帮助我们 我今天稍微点到了 因为基督是包罗万有的 我所认识的这位基督 可能只是他的一个面而已 可是我们在聚会里面 听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分享 这很多面串起来 这个基督就是立体的 他就是包罗万有的 大家知道 不知道你们 这个 旧约的以西节书里面 有记载到一个生物叫做四活物 四活物它是 它有四个面 人、狮、牛、鹰四个面 一面是人 人、狮子、牛跟老鹰 四个面 叫四活物 这个四个面呢 用在这位主耶稣身上 就是四福音 四福音 就是记载 主在地上的一切 可这四福音 也有四面的讲究 他们有讲究 主人性的那一面 从人性的这一面去讲 讲到这个 主君王的这一面 马太福音所记载 就是主君王的这一面 就是 奴仆 奴仆的那一面 就是牛 因为牛在地上 勤奋的工作 是牛的这一面 老鹰 老鹰 就是 老鹰是君王的这一面 因为他高高在上 有俯瞰这一面 是神的这一面 神的这一面 狮子是君王的这一面 所以四福音有四面的讲究 虽然他们在讲 在描述同一位救主耶稣 可是他从四面描述进去 这位基督就是立体的 我们看一个人 不是只从正面看而已 我们从側面看看他 甚至从背面看看他 他这个人就活生生的 就会诚信在我们 所以这很特别 就是说 我们认识了这位基督之后 还要有经历跟享受 没有其他宗教在跟你说 这个神是可以享受的 百分之百都是说 你要去拜他 你有什么事情 你要 你要 你要怎么讲 去 去求他 去拜他 可是我们这位神是可以享受的 所以经历并享受之后 他说保罗 保罗就说 你要去赢得基督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还是有很多所事的羁绊 很多所事的捆绑 这个我们必须要出代价去赢得 把基督引回来 所以这边是要出很多代价 你知道保罗这位弟兄 他是很 很出一些代价 就是要赢得基督 他献上了他的一切 可是他说他 他不是说他已经得主了 或完全 他已经做到这样的地步 他觉得他还是要竭力追求 他说他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跟弟兄姊妹们一同面利 就是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 竭力追求 就是我们是一般有盼望的人 一般有目标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在世 要是没有目标 没有梦想理想的话 你这个人生就是没有什么意义 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标杆就只有一个 这个定精向这位主耶稣 标杆就在前面很明确 我们一同奔跑这个鼠天的赛程 然后重点是 我们不是一个人奔跑 我们跟谁一起奔跑 我们跟众弟兄姊妹 都能够相调 我们就在主的身体里面 能够一同 这是一场 一场 以这个比赛来说 就是一个团体赛 就是我们都很多的队友 很多的同伴 向着这个目标 竭力追求 奔跑向前 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再回到这个 纲目 纲目 就是 两个大点 认识基督跟经历基督 很明确 也很 我在准备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 这个题目很大很大 可是其实又 要交通 又可以交通很细的东西 因为 这个 基督对我们是主观的嘛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都可以去经历它 可是它又是很大的 刚刚讲到说 从将来到的永远到 以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 都是 在这位基督的掌权之下 它又是那么的大 跟世界的局势 又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它是大到不可再大的 可是小到 我们说 主啊 等一下午餐要吃什么 这个东西 你都可以跟主去交通 所以它又是 人性的细微 又细到不能再细 所以 感觉 所以 大到不能再大 跟细微到不能再细 就是 包容万有 就是延展无限的 这位基督 所以 讲了这么多就是 听众们 都能够一同去 经历这位救主 所以 最后他说 我们需要追求 并认识基督 因为就是 保罗最后的 刚刚我们说 交通了 这一段话 都能够成为 我们 共同的 帮助 好的 感谢主 我是不是 感谢主 那就先交到不知道之内 好的 感谢主 谢谢博力 各位 感谢主 那我们 就是 还有一点点时间 有没有丢姊妹 针对这一课 有没有什么 想要问的 那我们可以 借着这个机会 可以一起交流 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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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想要 有 我就觉得 真的是 我觉得 最受感动 就是说 阿们 真的是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难 阿们 每一天每个人都跟我 在讲 我认识一年要操练 阿们 可是我觉得 我常常 早上起来 我就不求主名 阿们 可是到了一天之中 又去过世界上的日子 阿们 一天里面 很少很少的 有的时候 会想到主 阿们 大家都跟我在讲 你要回到主 阿们 回到灵 阿们 阿们 我是觉得非常难的 阿们 你一定要操练你的灵 阿们 你觉得操练你的灵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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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整天忙碌的生活下来 他都没有想到主 他就在车上痛哭 你知道吗 就即便他这么爱主的一位弟兄 他有可能 因为被忙碌的工作霸占 他忘记了主 这很不可思议 可是他就交通说 怎么样帮助我们 联遇主 就有一些规律 是我们可以去定下的 比如说 三餐之前 祷告嘛 就是说 或者是你有定时祷告的时间 或者说我就是 安排某某时间 要跟弟兄或姊妹有诚心 这个因为这样规律 的 规则 就帮助我们 回到所面前 就是说你在吃饭之前 你就要回到灵力 你要祷告 你要祷告你不回到灵力 就没有办法祷告嘛 所以就帮助我们 所以事情很忙碌 我们在家里也是 常常是 骂小孩 骂完就很难回到灵力 很难操练你 可是就是因为一些 生活的规范 能够帮助我们 回到灵力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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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口罩可以先拿下来 然后请他跟着我闭着眼睛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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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觉得这位主 其实主他一直都在的 只是我们就是 可能不一定那么样 真切的去感受到他 但是也许你就是在 吃饭前 就是这样静静的闭起眼睛 跟主有一点的交通祷告 那根本就是 可能就是几秒钟的事情 但是你又发觉说 那几秒钟可能就像 一天那么久 那个基文庄以前有讲过 就是说如果你要知道 这个一分钟的价值 那你去想想 这个赶火车 有没有赶过火车 那一分钟那个车就真的就走了 然后呢 你跟你这个所爱的人 在一起 你会觉得一秒钟都觉得 哇 我不能形容太多 没有世界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就是先从我们一天当中 这个 比如说我们刚睡醒的那一刻 对不对 我们可以呼求主 然后呢 在我们一些 这个比如说我们搭公车啊 或者是吃饭前啊 就是我们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 我们好好的去享受 接着呼求主名 接着祷告 接着读经 我们来认识并享受这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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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灵是我们 这个 接受的器官 阿们 这个心呢 是我们享受的器官 阿们 那最后呢 我刚刚有在我们群组里 那个 玻璃利庸他推荐我们的那个 那个王生台弟兄呢 关于那个世界的局势 与神的行动 阿们 我有把那个连结 拨在这里 阿们 有兴趣 利用者们可以去看 阿们 因为王生台 利用他 当时候 他是受邀要进入 美国国防部工作 阿们 但是弟兄为了服事主 他就放弃了那么样一个机会 阿们 所以王利用他对于整个 世界的局势 他是有一个 非常专业的一个 一个认识 比我们一般人 因为他是一个官员 所以 其实他能看到的 严界跟我们是不一样 阿们 但是他又是一个 熟读圣经的 阿们 所以弟兄的这个 观点 可以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帮助 阿们 然后最后面有两个 就是 第一个是那个 电子圣经 这个 为什么要请大家 下载这个电子圣经 不管你是Apple的手机 或是Android手机 都有 都是免费的 阿们 那重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可能 随身带着一本厚重的圣经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有讲 就是我们要利用 我们零碎的时间 也许你就在等公车 他三分钟 你知道吗 你就可以把 新约 这个 读个一张两张 甚至三张都有可能 阿们 你如果这样 天天操练 你一年就可以 绝对把它读完 阿们 大家知道 你圣经总共有几张吗 就是一千一百八十九张 阿们 这个官网听说 一个一个都可以 百百得救 就是一一八九张 所以你 你现在看一一八九 我们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所以你一天只要读个 几张 你就可以 一年就可以把它读完 阿们 对 这么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需要 这个 用很短的情绪去达到它 我们就是每天这样 细水长流的 我们就可以把 圣经读完 那第二个呢 就是电子诗歌 就是我们常常会 唱很多诗歌 那如果你 这个 我们也不可能 带着一本诗歌 对 所以你可以 这个点这个电子诗歌 它也有APP 对 那 但是呢 这个 我给大家的连结 就是个网站 就是你虽然可以点进去 然后 比如你想到一个 什么歌词 忘了是哪一首 它也有关键字搜寻 就可以马上找到 然后呢 它有那个音乐 就可以马上听 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 这两个工具呢 是必备的 我们盼望 弟兄姊妹你来这堂课 这个我们都能够成为 我们的口袋的一个 阿们 让我们能够随时的享受 阿们 阿们 谢谢主 阿们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 阿们 我们再次谢谢 我们亲爱的 伯理弟兄 阿们 感谢主 阿们 我们这么说 你妈的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